大家好,我是千锋大学讲师艾东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 咱们的这个分区啊 分区剩下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分区呢 下面刚才说完上面的一些技术知识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我们的分区下面提供的有几个东西 一个叫静态分区 一个叫动态分区 一个叫混合分区 那么他们有什么区别 对于这个分区啊 这个静态分区 我们可以使用漏的方式来加载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的数据已经确定 数据已经知道了 所以说可以用漏的方式加载数据 而动态分区数据对于分区是未知的 也就是说我们数据也是未知的 就是说用来做这个分划分数据的这个 这个字段是未知的 然后同时呢不能使用我们 node方式加载数据啊 因为你都不知道它有多少个年份 是吧 那混合态分区就是静态和动态同时都有啊 那关于动态分区 我们有几个属性 你得知道啊 是否允许动态分区 那首先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值啊 是否允许动态分区 我们set一下 然后看一下 OK默认是允许的啊 默认是允许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儿 这个动态分区的一个模式啊 set 这可以查看值啊 等于养个模式 养个模式的话 这儿啊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儿啊 你们来看一下养个模式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到底代表了是什么意思 呃 我们到这边来这边来的话 20吧 n大 然后这个啊 我们来查询一下这个啊 OK 这个 他等于struck的 如果说在养个分区模式上面呢 咱们的用户必须指定最少一个静态分区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用户这个 否则的话是 这个什么 他将会覆盖所有的分区啊 OK 就这意思 如果在非养个模式下面 那所有的分区都可以是允许这个动态分区 OK吗 可以允许是动态分区啊 这个允许你为这个 Dynamic嘛 动态的啊 那是在非养个模式下面啊 好 那这个就是什么意思 待会儿我跟你演示啊 你就知道了 我边说啊 然后这个 那所有动态分区 他最多允许你进行1000个分区啊 最大动态分区的数量 那比方说你这条语句下去 那我跟他想动态分区1001个 也就是说按年份有1001个年份啊 或者是我们按这个某个关键字啊 然后有1001种那就不行了 另外单个节点上面 我们允许最多动态分区是100个 OK 100个 就单个Mapper 或者Reducer啊 允许你这个是100个 因为我们要用Secret 来去创建了 那我们来先创建一个临时表啊 这儿创建一个临时表 叫CommonTemp1 好 CommonTemp1 然后呢 我们把这数据也加上了 这儿就不叫Hive了 叫olol ol 对他 嗯哼嗯哼 没有匹配上这个文章 叫homeol 对的 ct啊 我这数据没有拉上来啊 数据没有拉上来 咱们把这个数据拉上来一下 OK 再来 好 s1 2 1 ct s2 1 ct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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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 temp1 这样数据又出来了 所以这里年份是不一样的 2017 2016 15 是吧 我也不知道这里年份有多少啊 这份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数据员啊 就相当于数据员 我也不知道年份有多少月份有多少 那我这儿就简单的按一个年份或者是月份来吧 好 我们再来创建一张表叫Common3表 然后此时呢 我们是一个分区表 OK 此时是一个分区表 按年月来分区啊 好 我们再来继续 表已经创建好 Common3表创建好 那我们现在来加载一下数据 此时你在用这种insert的这个node的方式来加载 你看一下能不能加载啊 你可以这样 OK啊 这样的话你就不知道这年份该写多少嘛 比方说咱们还是这个样子啊 那我们这个等于这个叫 tmp tmp 然后这个后面到底写多少啊 12等于多少啊 有2016有2017有2018的这个文件里面写多少啊 OK这样的话就不太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导数据了 所以说啊 我们才用这种方式 呃 这儿动态分区加载数据 那用这种方式 直接eer mons都是这个活的啊 然后从这里面查询出来 从这张表里面查询出来 因为这是数据源嘛 OK 来我们查询试一下 我们先来试一下prtiti1s 然后是common3 是不是没有任何分区 我们来跑一下 现在他是不是不让你啊 因为你是以什么呀 你现在这种方式就属于动态分区 OK吗 因为你的数据是未知的 你的这个年份或月份是未知的 你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 所以说啊 他是一个动态分区 那静态分区的话 这些你都知道 12等于多少 mons等于多少 是吧 那种叫静态分区 那我们把这儿 他说你要非要这样做的话 那你把它设置为 我们的一个飞眼格模式 sit OK 好 你现在再来这一么一句啊 就没有问题了 现在再来这么一句 门在了 现在是不是就跑起来了 OK啊 这样的话 他就会给你创建 你一二有多少个 那我就给你创建多少个 mons有多少个 那我也给你创建 mons有多少个啊 他就按这样动态的来给你建 OK吗 这种有好处啊 就是对于这个 已经产生的数据 你要现在要把它做成一个分区的一个东西啊 或者是你把这些数据抽出来 抽到多个抽到分区表下面去 或者分区上面去啊 那你就得这样写 OK啊 然后呢 我们他跑完事之后 我们看一下混合分区啊 呃 这些东西啊 都是比较容易的了啊 OK 已经跑完啊 我们再来检查下 他的这个什么啊 啊 我们这个 show part common3 现在是不是就有了 OK 2016下面是有两个分区 mons等于10 或mons等于11的 2017下面有两个 等于9或10的 然后mons等于12.2015的 也是10或11的 是吧 OK 那这样是没有问题了 我们可以查询一下 rects sir from 然后这个是common3是吧 我们查询所有的 OK 这都没有问题啊 然后我们来where 我们再来加一个 1 然后这个year等于什么呀 2016 and and 然后这个m1th m1th等于多少吧 10吧 好吗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就查询出来一条 OK 就查询出来一条啊 那这数据的话 估计它就一条 估计就一条 那我们这边 我也不用去看了啊 我也不用去看了 刚才我们查询 所有的数据在这儿 你找一下2016 2016 2016 是不是就这一条了 其他两条2011 OK 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到这边来对应看一下 到这边来对应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应该是common3吧 common3 然后我们看一下2016啊 16下面 它应该是不是有两个呀 mons等于10或mons等于11的 这边mons等于11的是吧 那这mons等于11的话 mons m1t h m1t h t h 等于10的 下面应该是有一个文件啊 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吧 这个文件也可以继续读啊 也可以继续读 OK啊 这个文件的话就是咱们Maply就是产生的一个这个文件 00000-0啊 好 然后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啊 这是动态分区 然后混合分区我们再来创建刚才这么一个分区啊 混合分区来我们试一下 分区表已经创建好 然后呢 我们把刚才这个设置一下啊 把刚才啊 这个我们把它设置一下 重新设置过 就什么啊 这这 不对 应该在下面一点设置 这个我们设置为一个严格模式啊 我们设置为一个严格模式 那其实我设置为一个严格模式之后 你觉得我们还能插入数据进去吗 你觉得行吗 我们这样啊 我们用2016的 我们年份我们已经把它指定 就年份混合嘛 一个是静态 这也是动态嘛 是吧 我们把2016的指定 然后呢 我们依然从这张表里面来查 然后啊 注意这儿的字段 那一耳就要去掉了 因为一耳已经写实了啊 好 我们来试一试 这种能不能写 你猜测一下行吗 肯定行的了 是吧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嘛 如果说你这个 为动态 为这个 为这个strike的 那你必须要指定一个静态分区啊 必须要指定一个静态 那这个是不是指定一个静态了 我们设置为 虽然设置为严格模式 但是我已经指定了一个了 最少一个嘛 所以说它是可以的啊 如果说你要想这个 两个都是动态的 那必须要是lonstrike lonstrike啊 好 这样的话会很快啊 很快就完事了 s1 2 1 ct 然后sir flow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叫common4是吧 看一下 现在它是不是应该就2016年的数据进去了 ok 2017年代是不是没有啊 这种它导入的时候 数据速度要快一些 ok 导入的时候速度要快一些 然后另外它还不容易造成我们neme load的一个瓶颈 那你分区一多 那你的mapro reducer 那一多 那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我们这个服务器的一个瓶颈啊 频繁的操作原数据啊等等 以及我们这个resource manager或这个load manager都容易造成这个影响啊 都对它造成一个影响 ok这就是静态分区混合分区动态分区三者的一个区别 ok三者的一个区别啊 我就把它贴到这儿啊 呃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hive他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严格模式啊 hive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严格模式 那hive提供给我们的一个严格模式 我们来这样我们去找一下啊 在这儿我们到这个文件里面来找一下啊 ok 然后这儿啊 项目前它等于的是非严格模式 然后说了这种模式啊 是hive这个 这个操作这个允许啊 这个performer的啊performer的 然后什么样的一种允许啊 这种模式就上面的hive的操作是允许的 然后但是在这个instruct模式下面呢 会增加很多的一个查询风险啊 它们包括哪些 包括哪些会增加查询风险 DKRG 然后这个low partition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总共是五个啊 总共是五个 那这五个的话我就不再带你来看了啊 然后我们到这儿我写的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几个 ok啊 提这个它会组织你DKRG查询 那这种查询它就严格阻止了 ok严格阻止了啊 因为你没有任何多过滤条件 DKRG查询两张表的这个结果级的一个层级 是吧 嗯 这个我们是非严格模式啊 我们要把它调一下 嗯 我们要调成一个叫严格模式啊 严格模式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严格模式啊 等于set啊 set 还有点map read map read 点这个model ok 我们把它设置等于啊 stri ct啊 stri ct 好 我们再来执行下这个语句 DKRG查询 它是阻止你的 ok 这是不阻止了 让你把它设置为 non 呃 这个stri ct 是吧 如果这是不允许的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一直查询的这些东西啊 刚才一直查询的这个呃 呃 比方说我们现在再来写一个 s e r e c t s e r e c t from 等于commm 呃 一吧 cmm1啊 cmm就行了 现在它是不是也不允许的啊 cmm不让你这样查 s e r e c t s e r e c t from 呃 这个commm where e e 等于什么呀 2016 这样它就允许你查了 这样它就允许你查了啊 呃 这件事查不出来啊 然后等于2017啊 我们又删这个数据吧 2017是不是就可以啊 ok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 在严格模式下面 你的这个叫 呃 查询 不能没有用分区字段来做过滤 那这样的话 你就是脱了这个困打屁一样 你把数据细分了 然后你又去查询整张表的所有目录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更费劲了 ok 所以说害我不允许你这样干啊 在严格模式下面就必须 对分区表的查询 就必须要用分区字段来过滤 ok 就这么简单啊 第三一个 呃 limit ok 带上order by的啊 咱们必须要用limit来做限制 否则它不让你做 不让你进行查询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我们把这条去掉 来看一下啊 ok common3啊 这样它是不是也不允许你啊 但是你要加上一个limit 它可就允许你干了啊 limit3 limit2 limit3 多少都行啊 也就是说带order by的啊 必须要用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人家跟你这说的很明啊 order by 语计没有limit的 不允许 还有咱们bigint double bigint 我是决定做比较的 也不允许啊 然后这个nopartition啊 picked up for early啊 没有用这个分区字段来做查询的 要不要 ok decarg查询 要不要 ok啊 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个have 它的严格模式将阻止的5类查询 以及have的这个静态分区 动态分区 混合态分区 动态分区的几个属性的一个设置 以及每一个的一个意义 ok啊 那关于这个分区的话 和这个have的模式啊 严格模式 那我先就说这么多啊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结果 也是能查询出来的 没有问题啊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